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 你在这边坐一下 我去帮你挂号 爸爸 我已经帮你挂完号了 等等就轮到你了 这样啊 我今天早上走路 觉得膝盖很不舒服 那我再帮你挂骨科 既然来了 我们就一起帮他看完吧 爸爸 我帮你挂完骨科回来了 你看 我今天要来医院 我昨天晚上一直就很紧张 都睡不好 真的哦 那这样子我再帮你挂起整科 你好 我头有点痛 好 你好 我有血压膏 血压膏 好 你好 我最近有点便秘 你好 我最近眼睛很干 都一直在流眼泪 哦 好 我再去 你啊 我 爸 你身体有什么毛病 你是讲清楚好不好 跑来跑去很累 啊 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我有重听咧 哦 你身体有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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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护理师说 二五二诊是中文看老年人的 所有疾病都可以在这边看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跑上去 早上看心脏科 下午看骨科 这样真的很好 真的吗 这样有方便许多了哦 对啊 爸爸 灯亮了 我当然也进去 哦 医生你好 请问这个门诊 是看老人疾病的门诊吗 刘小姐您好 您今天挂的252诊 是属于老人医学的一个整合门诊 是专门为高龄的长者所设立的 我们以病人为中心 提供患者整合性的一个照顾 以免个案与各门诊间 这样子相互奔波的情形 怎么会有这个门诊呢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老年病患的一个疾病 通常是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 那常常会跟社会环境 还有心理的层面会有相关 那这不是借由单一的医疗介入 就能够达到照顾的目的 那此外个案在多科求诊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产生多重用药的一个问题 而造成家庭跟社会成本的一个耗损 因此本院成立老人医学的一个门诊 就是在提供老年病患全能的一个医疗照顾 医师像我有高血压跟退化性关节炎 也可以在这里看吗 可以的 老人医学门诊是由老年医学科的医师 来进行一个诊治的一个工作 那透过老人周全性评估 然后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 来发现潜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然后来进行对症下压 医师什么是老人周全性评估呢 老人周全性评估是一个多专业领域的一个工作 结合整个专业领域的一个诊断的过程 来发现老人病患 医学上心理社会上 以及功能上的一个问题 来拟定一个适当的一个治疗计划 来达到长期治疗及追踪的一个参考 那老人周全性评估的项目有哪些呢 老人周全性评估的项目包括有 一般医学评估 日常生活活动功能 步态与平衡性评估 认知功能评估 忧郁症评估 社会功能评估 以及环境评估 老人周全性评估 着重在功能上的考量 目的在改善或维持 个案的一个功能状态 提升招务品质 减轻招务者的负担 原来如此 那我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评估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开始做评估 那我们下次回来门诊的时候 我们一样挂老人医学整合门诊就可以了 太好了 你的这个门诊真方便 我就以后不用带着爸爸四处去挂号了 医生 多谢你以后我的身体 就拜托你照顾罗 刘伯伯不要客气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测验吧 有种事 要不想��不 checklist 这个快扰就行 你有点心 mans 完了 squyour